世界杯32诸侯已亮相 南非大陆变成乌乌阻拉 彩奇和巨星的海洋 小组赛之后 列强亮出争宁面目 弱怼势力顺理成章 不过2010年世界杯 同样充满意外和变数 难看 沉闷 空坐 崛起 冷门 从中不难窥探 世界足球的今天和未来 韩国人已经第七次 迈入世界杯战场 这支堪称该国史上最强的足球队 一上来就将2004年 欧洲杯冠军希腊人牢牢压制 随后死磕尼日利亚挺进16强 在经历2002年的蜕变和洗礼之后 韩国队力求成为一支 深暗节奏和控制的 优秀队伍 日本拿下卡麦龙是在情理之中 以本田归佑为核心的新一代 亚洲蓝军是充满了朝气 朝鲜1比2败给巴西 是虽败尤荣 日韩朝在足球之路上的执着 坚韧 让人敢配唏嘘 相比之下 中国足球和东亚三国的差距 是越来越大了 看过三国的表演 还在扫赌反黑的中国足球 还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呢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2002年 当时的中国男子足球队 经过44年的奋斗 首次获得了世界杯足球赛 决赛阶段参赛资格 在南斯拉夫教练米卢的执教下 中国队以预选赛小组第一的身份 获得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入场券 在六次冲击世界杯未果后 在赛黑教练米卢的率领下 东方巨龙中国队 终于在2002年参加了世界杯 本来和巴西 土耳其和哥斯达利加 同组的中国队 被国内舆论认为抽了一个不错的签 但本组的巴西和土耳其 最终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 0比2 首场与哥斯达利加队的失利 让中国队的出现希望变成了炮影 次战0比4输给巴西队 更是让中国队丧失了理论上出现的可能 莫战士气全无的中国队 0比3赋于土耳其 小组赛三场比赛 中国队三战三户 一球未尽 尽失九球 仅领先于同样来自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队 在32强中排名倒数第二 本届世界杯后 隐藏在中国足球内部的问题 逐渐暴露出来 并且日益严峻 中国足球又一次陷入了危机 2002年中国终于打进了韩日世界杯 然而国足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 就像流浪汉突然进到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只能在惊慌失措中 充满地膜拜了一回 高高在上的神像就被无情地驱赶了出来 如今又逢世界杯 中国球迷的目光再一次跨过自己的国家队 跨过自己的职业联赛 去关注遥远的南非上演的那一幕幕的足球大戏 是欣喜 是无奈 还是其他呢 也许总有一天 中国队一定会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风采 也许就在并不遥远的2014年八星世界杯 或者是2018年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